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整个公司都押注在Intel 18i制程上。 他重申了Intel 18i制程对英特尔的重要性,比去年年底的表态更加坚定。 英特尔表示,自家的Intel 18i制程,在效能以及晶体管密度上相当于有商的1.8nm的工艺。 基辛格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说道,他把整个公司的赌注都押在Intel 18i上。 一切都基于Intel 18i工艺。 据悉,Intel 18i生产工艺在英特尔重返技术领先地位的加速路线图中排名第五。 他们已经看到,Alder Lake和Raptor Lake CPU中使用Intel 7,而Intel 4刚刚在去年年底通过Meteor Lake晶片推出。 Intel 20i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随Aero Lake CPU系列一起推出,然后Intel 18i节点于2025年推出。 但为什么Intel 18i比其他节点更重要呢? 部分原因与它所承诺的先进技术有关。 Intel 18i将提供背面供电,PowerWire。 对于基辛格来说,背面供电是晶片行业的值得称赞的时刻。 Intel 18i对英特尔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英特尔计划的主要目标节点。 英特尔认为,Intel 18i节点可从台积电等公司手中夺回客户。 英特尔计划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客户代工厂,超越目前排名第二的三星。 目前,微软已经成为Intel 18i节点的客户,此外还有爱立信、西门子和其他一些公司。 英特尔不久前的IFS Direct Connect活动上发表了最新的晶圆代工,Robemap,将Intel 14i制程纳入到了先进节点计划,并增加特定的节点演进。 不过,英特尔近日已修改了Robemap,将Intel 14i提前到了2026年,并添加新的1奈米制程。 根据英特尔代工的这份最新路线图,此前未宣布的Intel 10i,其自认为1奈米级的工艺,将于2027年底开始开发或生产非大规模量产,标志着该公司首个1奈米节点的到来。 其Intel 14i的1.4奈米级节点将于2026年投入生产。 如果这一情况成为现实,英特尔可能会领先于竞争对手台积电,预计到2025年或2026年,台积电将采用2奈米,之后是1.4奈米。 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兼代工厂制造和供应部总经理T1S Fargiani举行了会议。 内容涵盖了该公司的最新发展,并展示了未来几年的路线图如何展开。 英特尔制定的4年内5个节点战略表明,Intel 18a工艺将于2025年推出,然后继续奉行积极的节点进展战略。 英特尔尚未透露,有关Intel 18a的1奈米级节点的任何细节,但表示新节点将带来至少两位数的功耗效能改进。 根据英特尔路线图,Intel 14a也将在2027年获得功能扩展,因此Intel 18a似乎将在Intel 14a和Intel 14ae之间到来。 Intel 4和Intel 3工艺的产能建设速度,不如Intel 20a和Intel 18a,因为该公司第三方代工业务的大部分业务都来自Intel 18a节点,英特尔表示正在按计划进行。 随着向支持EUV的节点过渡,Intel还将稳步减少14奈米、10奈米、Intel 7的10奈米增强板和12奈米节点的总体产量。 还有报道称,事实上,Intel在IFS Direct Connect活动上,实际上就已向媒体介绍了Intel 10a,但因先前消息封禁,到现在才曝光。 因此才更新为,Intel 10a将于2027年进入生产开发非量产阶段,Intel 14a的1.4奈米则提前至2026年投产。 Intel还致力于建造完全自主的AI驱动的晶圆厂。 Intel执行副总裁兼代工制造与供应总经理T1 S. Farjani介绍公司最新发展时,展示了未来技术路线图,并表示,Intel 2027年底将推出Intel 10a节点,以填补彩EUV技术生产的空白。 按照Intel的路线图,假设其明年顺利推出Intel 18a制程,2026年推出1.4奈米制程,2027年再跃升至1奈米制程,这将大幅领先竞争对手台积电。 台积电预期是2025年实现2奈米制程量产,之后再实现1.4奈米制程。 不过,Intel没透露Intel 10a节点任何细节,但至少有双位数百分比的功耗效能改进。 Intel执行长基辛格曾表示,新制程改善的临界值约14%至15%,因此Intel 10a与Intel 14a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改进。 目前,Intel即将量产的Intel 20a将同时整合两项新技术,即背面供电、Towerwire和GA-FET的Ribbon FET。 Intel 18a生产基地位于亚利桑那州厂,但没透露计划在哪里生产Inito 10a节点,并同步于俄亥俄州、以色列、德国、马来西亚和波兰持续扩张。 此外,该公司将积极提高Fovoros、MIB、西光子SIP和HBI混合建核互联、Hybrid Bond Interconnect的先进封装产能。 Intel最近还结束了所有彩标准、封装等内部封装工作,现在转为全力投入高阶封装,标准封装任务则由OSAT专业封测代工厂完成。 储物现有设施外,该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扩建和新建生产基地,这也将使得Intel未来的产能大幅增长。 Intel还重申,生产流程各环节将导入AI,从产能规划、预测、产量改进到实际生产操作,努力实现十倍登月计划10X Moonshot,但该公司没有提供相关时程表。 但表示,AI协作机器人Cobax将在未来的代工厂中与人类并肩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Intel展示的PPT备注,其最终产能规模,建成进度和制程,取决于商业条件和激励措施,意味着美国晶片法案的资助将影响该公司扩大量产的能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